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鸽子 今天鸽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乱七八糟的变色龙 雨林深处 一只变色龙遇上了麻烦 它的颜色出乱子了 讨厌 爬在黄色的花上 我应该变黄色 可是你瞧瞧 我变成红的了 它苦恼地说 变色龙不甘心 还想再试试 它跳到石头上 变成了蓝色带粉底 它走到草丛里 变成了橘黄色 全错了 真是乱七八糟的 恰巧 猴子和碧尾们溜达出来 看到变色龙 它们说 喂 变色龙 今天你的颜色 不对劲啊 我的脸色 全乱了 变色龙叫起来 都是因为 昨天晚上吃的那只 样子怪怪的抽虫 要是这会儿 狮子来了 我可怎么办啊 变不好颜色 它就会发现我 一口把我吃掉 别担心 猴子说 我们来帮你 对 一定会有办法的 碧尾们说 好 现在 闭上双眼 全神贯注的 像一种颜色 碧尾们给它出点子 我要变黄色 我要变黄色 变色龙不停地念叨着 它开始走过来 走过去 但是 变色龙 踩到猴子扔的香蕉皮 脚底一滑 撞上了一棵芒果树 啪哒 一个手托的芒果 恰好 掉在它的头上 哎哟 这下 我倒真丑黄色的了 变色龙生气地说 这方法不管用 还是 想想别的法子吧 别担心 猴子说 一定会有办法的 碧尾们说 过了一会儿 变色龙跑到一根树枝上 自己闷头想办法 突然 两个影子 颠着脚尖走了过来 狮子 狮子来了 两个家伙大叫 啊 变色龙想变绿色 可是却变成了紫色 它急忙忙 向前跳了几步 想躲进紫色的花丛中 藏起来 可是 噗通 它掉进了河里 变色龙 变色龙被水 呛得直咳嗽 它扑通了半天 好不容易 才爬上了一根 漂浮在水中的木头 呵呵 跟你开玩笑呢 猴子和鼻尾们 冲变色龙大喊 我们还以为 吓吓你 你的颜色 就能恢复正常了 这天晚上 猴子和鼻尾们 偷偷碰面 继续商量解决办法 真是个好主意 就这么办 猴子小声地说 天一亮 它们俩就开始行动了 这个面具可真吓人 这次准能把变色龙 吓正常了 鼻尾们说 噓 快躲起来 变色龙来了 猴子嘘了一声 啊呜 猴子大吼着跳出来 狮子来了 救命啊 变色龙吓得透不过气来 它想变成绿色 可是却变成了红色 是我 哈哈哈哈 我们还是想要再帮帮你 猴子连嘴大笑 你扮得还真像 可是真丢人 我还是变不好颜色 变色龙说 不过猴子和鼻尾们 还是不死心 狮子 当变色龙 嘎吱嘎吱地嚼着甲虫 享受它的午餐时 它们又大叫了一声 害得变色龙 差点被小甲虫掖住 它想变棕色 可是却变成了蓝色 狮子 狮子呀 狮子来了 当变色龙 吱溜吱溜地 吸果汁时 李维蒙又尖叫了一声 变色龙 赶紧躲到 粉红色的花下面 但不管是谁 都能一眼瞅见它 因为 它变成了新鲜的 橘黄色 没希望了 变色龙 哀声叹气地说 嗯 看起来 事情没那么容易 猴子说 的确有点麻烦 李维蒙说 变色龙 一屁股坐到树底下 剪脂肪的要命 什么办法都不起作用 如果狮子真的来了 它该怎么办呢 就在这时 猴子和鼻尾蒙 剑一样地飞奔过来 看上去 很害怕 很害怕的样子 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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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点点 蓝花花 紫带带 什么乱七八糟的 突然 变色龙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我得了乱七八糟的变色病 变色龙告诉狮子 吃了我 你会肚子痛 乱七八糟的变色病 真的 狮子吓得往后退 当然是真的 你吃了我 你会和我一样 颜色变得乱七八糟的 变色龙说 真可怕 我得赶紧走 狮子害怕得浑身发抖 说完 狮子一流烟逃跑了 万岁 变色龙太聪明了 他居然把狮子给赶跑了 猴子大笑着说 太棒了 乱七八糟的变色龙 鼻尾猛喊道 变色龙好高兴 他一高兴就变成了粉色 还带着蓝点和黄点 好了 小朋友们 今晚的故事就讲完了 我们明天再见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